線材經過溫度、線寬、回抽調整後 接下來是冷卻 本片會以常用的PLA與ABS進行說明 Hi,歡迎來到Slope,我是David 先有個概念,在一般情況下 PLA需要在列印時冷卻 ABS則不需要 這不是一定,本片會說明何時你會特別需要不一樣的做法 先來討論最多使用者的PLA PLA大多數的情況會需要在列印時同時冷卻 如果沒有冷卻就會像這樣所有的線條都會垮垮的 當印出來的弓箭部分有這樣的現象時表示冷卻不足 這當中跟模型的樣式也有關係 如果當成的列印面積幾小時 在堆疊下一層的材料前 要快速使當成的材料冷卻 不然就會多層垮掉 最後印出來就會像整個崩掉一樣 PLA如何算冷卻過頭 PLA不太會因為熱上冷縮導致弓箭沿著城裡的方向裂開 不過可以在列印完的弓箭上嘗試沿著城裡方向折彎弓箭 如果發現很容易斷開 表示已經冷卻過頭了 ABS呢 ABS一般不需要在列印時使用冷卻扇 因為ABS本身就有很明顯的收縮比 列印大型箭矢 就已經有很高的機率沿著城裡裂開 所以在列印大型ABS物件時 最好是要有隔離艙甚至熱艙來防止弓箭本身因為收縮裂開 那何時需要開風扇 原因跟PLA一樣 當層面積過小 還需要堆疊時 又會需要稍微開啟風扇來使材料加快冷卻 當然一點點就好 開過頭材料就會因為收縮比例不一樣 撬邊或是裂開 這是之前列印VORON零件時發生的事情 使用ABS進行列印 在沒有開的情況下 ABS會在懸空面積右小的地方無法保持 所以稍微在面積小的部分開啟20%左右的風扇進行冷卻 過了這段後再將風扇關閉 開啟的比例是必須實際實驗才知道的 數值不是固定的 這樣就有較簡單的結論了 你會需要特別注意開啟風扇冷卻弓箭的時機 就是當弓箭上有面積過小 又或是長距離無支撐的情況 弓箭完成後發現太容易斷裂就是冷卻過頭 以Kura為例 透過修改G-Code可以在模型印到一半時 進行冷卻風扇風量的調整 首先先進行模型的切層 外輪需要修改風量的層高 點選Extensions Post-Processing Modify G-Code後進到修改視窗 點選Add a Script並選擇ChangeLz進行 觸發條件為指定層與接續層 當要開啟風扇的層數輸入後 拉到下方選擇風扇並設定風扇強度 如果只有幾層有需求時 就再點選Add a Script增加一次設定 指示設定關閉的層高 然後將風扇風量的部分設定為0 就可以關閉接續列印時的冷卻風扇 本頻道目前著重分享FDM3D鏈機相關知識推廣與技術交流 有不同的看法歡迎在下方留言 覺得影片有幫助的話 按讚並將影片分享出去與訂閱本頻道 又或是透過下方Patreon連結支持 我們下次見